大火车中 看在连接的要跳了 哇 是另外一个村落 到处都是汽水的人们 还有人在跳水 你看 返回艳寿通通都有 水好干净哦 哇哦 太开心了 你看看这些年轻人 站了那么多人在玩水 好漂亮的一个小村庄 还水晶光山手 真的是很动人 在等船的时间呢 拍一下这个海岸 真的是结晶又美丽 有点像蓝鱼 但是蓝鱼更结晶 更舒服 很漂亮啊 这里早来过的第一个小村座 现在下午坐船 就经过这里了 这里的海岸真的是好美哦 五人六色的太阳伞 还有你看 还有你看这么湛蓝的海水 哇 好多人享受日光浴 欢声无限 等一下呢 等一下呢 要去坐这样的船 天气海浪深 天气很舒服 而这里 还有一个hotel 四星级的内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号 好 我们今天要来到了另外一个渔村 哇 你看看 碧海蓝天啊 好多人在玩水哦 天气真好 但是凉凉的哦 温度大概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度之间 下轮火车就是这个几不近 看来我搭闪是对的 连意大利的人都说 其实来这里搭闪是很正确的选择 2023年七月二十七号 啊 五香村的其中一个岛 啊 在这里很多人在坐日光浴 天气很凉 我说的大概在二十七度左右 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特别棒 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坐船 来欣赏这个 啊 五香村 其中的另外三个岛 好漂亮哦 啊 二零二三年的七月二十七号 这个地方叫Machiori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它这里的那个渔港 这个海水好漂亮 这只是面海的一侧 另外一侧看起来像Sentonini 这个情景也有一点像蓝鱼 好舒服的蓝 漂亮 台湾狼啦 你看 哈哈 台湾狼啦 哈哈 台湾狼啦 哈哈 小狗 小狗 小狗不看 小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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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 我回手一下 會冷嗎 會冷一點 兩個人在大海裡面游泳 現在26號的下午3點才吃完午餐 在這海邊風景非常的漂亮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你看雲淡風清又很漂亮的雲彩 2023年的7月28號來到梵蒂岡 第一眼看到我們台灣的過期 心裡非常的感動 現在已經中午12點多 天氣非常的好 梵蒂岡跟義大利 就是湊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從羅馬做公車來 路口還是很多 這次進到梵蒂岡裡邊 全部都是人 錄影一下 真的是金碧瑰黃 這麼盛大的教堂 什麼 梵蒂岡就是他們的胎兒的儀式 因為他們的儀式會 他們就是會 對 就是那些神父啊 他就會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對 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 這個就是你要 這個好像是 就是你要變成一個教堂的場所 就像在那個這個這個這個下面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 就是 我真的沒有看到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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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好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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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3年的7月29号 来到罗马的竞技场 这是人寿禁忌的场地 让人观赏的 所以早上9点多 这么多的游客 2000多年前 相较于中国的5000年文化 还是少了一些些 这是旧址 这是古罗马的 这个花园 我们现在在这里 OK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就这样看 因为它这里录是这样 是 这一个遗址 是不是 感觉像去爱了基因一样 所以我们要到这里去 还好啊 还好啦 我看已经走很多了 这里可以拍个照片 这个都是2000年的东西 罗马的一个古花园 黄帝的后花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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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文明侠尔的许愿池 这我在边边 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有的旅客都要来朝鎮一下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侧面先拍一下 天气也算很好了 但是真的 你看看 连走的路都有困难 这是威尼斯广场 意大利的第一个国王 威尼斯大帝 这里很大哦 当然天气很热 所以逛一下就好 阿末这一间房间很棒哦 你看弟弟 两间都有电视很棒 这一间房间